多倫多臺灣人社團聯誼會 新任召集人鍾雅澤 負責主辦今年大多倫多地區二二八 和平紀念會 鍾雅澤表示 加拿大與臺灣早期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這一次的活動 他特別佩戴有紀念意義的領帶 追思蒲鼎大屠殺事件 也希望加拿大和臺灣能夠了解 彼此的歷史 相互學習 加拿大派到臺灣早期 超快一百五十年前 在臺灣的一個宣教師 叫做馬接博士 馬接穆斯 他在臺灣做了很大的貢獻 然後他的兒子又接續他 在臺灣創立了一個叫做淡江中學 那很不幸的就是在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八號 七號的時候他回到臺灣 剛好召集他們淡江中學的學生 跟校長老師在一起聚會 第二天就在發生了一個叫做蒲鼎的大屠殺 那我今天特別帶來一個領帶 就是紀念那時候蒲鼎發生的事情 所以呢 臺灣跟加拿大的關係很密切 從早期就開始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盡量讓加拿大的朋友 來知道 了解臺灣更多更多的歷史 而且臺灣跟加拿大更多更多的關係 我們可以 learn from each other 然後從臺灣跟加拿大的歷史來看這件事情 現在是燃江中學生的事 所以我們很進行 其實燃江中學生的而且